受北极寒流影响 美国大部分地区将遭遇创纪录低温 共有41个州发布了有关严寒天气的建议 观察或警告约有1亿人处于风寒警报之下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 从北洛基山脉到堪萨斯州北部 爱荷华州的气温已降至零下30度 蒙大拿州北达科他州甚至降至零下50度 五大湖区因为水汽丰富降雪更明显 美国气象部门预计受湖泊效应影响 大雪将从伊利湖涌入纽约州北部 使该地区迅速积雪 平均每小时就累积5公分 地面积雪厚度达到30到60公分 瘫痪了交通 即使是最南部的德州也遭遇气温骤驾 该州电力公司呼吁请居民自愿节约用点 因为寒冷的天气导致破纪录的电力需求 密西根州 纽约州 宾州和威斯康辛州 也发生了大规模停电 影响了数万人 另外 全美国各地的机场都受到影响 纽州州布法罗尼亚加拉国际机场的航班 有一半以上取消 芝加哥 丹佛和西雅图的机场 也有数十个航班取消或延误 亚利桑那州1月14日发生热气球坠毁意外 酿成四死一重伤 亚利桑那州埃洛伊警察局表示 这起意外发生在当地时间14日清晨7时50分 坠毁的热气球一共在有13人 包括八名跳伞运动员 四名乘客及一名教练 八名跳伞运动员依序离开 顺利完成跳伞后不久 气球发生灾难事件 热气球最终坠毁在埃洛伊以北五英里处的沙漠边陲地带 目前尚不清楚热气球突然坠毁的原因 美国中央司令部1月15日宣称 野门胡塞武装发射了一枚反舰导弹 击中悬挂马绍尔群岛旗帜的美国货轮 这艘船属于美股上市公司伊格尔散货航运 该公司随后也发表声明确认自家船只遭袭 披露船上正在运输的是铁制品 公司确认所有海员均未受伤 货舱受到的损害也有限 船只正在驶离事发区域 美军同时透露 胡塞武装在周一早些时候还曾经发射过一枚反舰导弹 但导弹没能打到海上 直接在陆地上就炸了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 该武装将继续阻止以色列船只 或前往以色列港口船只的航行 直到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地带的侵略和围困 此后美国交通部警告称 美国商船恐怕会遭到 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报复 美国货轮需避免走鸿海线路 直至进一步通知 此前发出的建议是 72小时内不要走鸿海航线 现代汽车将向在美国购买电动汽车的消费者提供高达7500美元的现金奖励 以保持其汽车的竞争力 根据现代汽车的网站 折扣适用于Ionic 5、Sonic 6和Kona Electric车型 激励将持续到1月31日 现代汽车的电动汽车无法满足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税收抵免规定 该规定旨在鼓励企业在美国境内生产电动汽车及零部件 现代汽车正在乔治亚州建设电动汽车工厂 最早可能在2024年底开始组装汽车 根据Bloombergnev的数据 现代汽车及其子公司启亚汽车 在2023年在美国共售出69,259辆电动汽车 是仅次于特斯拉的第二大电动汽车制造商 而由于美国政府收紧规则 符合通胀削减法案税收抵免条件的车型名单 可能会进一步缩小